中国政府,你们就像蟑螂一样,到处都祸害老百姓,你们恬不知耻,有点底线行不行啊? 把想去的财产还给我们,把局员员交出来,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徐学员跟美国犯罪了啊,我告诉你们啊,徐学员就等着美国法律处置他们啊,等待美国法律的审判吧啊,徐学员你这个头猪。 徐学员,烂江关,徐学员,疯婆子。 他疯婆子都赶不上啊,他妈的疯子还不咬人呢,他到处乱咬啊。 是啊,不光是咬,他还咬了一堆小狗咬,小疯狗。 都是纳税人的钱啊,用纳税人的钱制纳税人啊。 出来,先跑别人,把想去的财产还给我们。 徐学员,领导的外交官就是一群混蛋,就是一头杂交官。 哎,你们在全世界可亮相了哈,国骂,国骂大赛,你们赢了是不是? 你要拿两个喇叭,偷我们的喇叭,偷我们的UIT,你赢了哈,是不是? 你赢了哈,是不是? 啊,徐学员你赢了哈,你咋不出来? 你再继续骂,徐学员,有本事你出来,你再继续骂,你打人,你再出来继续骂呀,打呀。 作为一个中国的大使,你们怎么死了啊?没动静了啊? 这两个精骗的你客死里头了啊?你客死了啊? 是不是给你放哀怨,客死里头了? 作为一个大使,管不了你首相,那些疯狗疯娘们儿,疯狗子出来咬人。 交除罪犯徐学员,交除罪犯徐学员,交除打人罪犯徐学员,终止徐学员。 让徐学员在美国法庭上印罪伏法,投案自首回头是案,投案自首前途光明,坦白充宽抗拒重演。 看看现在有多少大官都收服法了,你们现在不要再为,再干那些缺德的事了,把徐学员交出来。 徐学员,刘延廷不已经也跳下来神云了吗?不也抓起来了吗?你就是第二个刘延廷啊?记住啊,徐学员。 徐学员,你已经是个死猪了,没人管了啊。别看你今天跳的话,小心将来拉清单,很快了,不用以为,不用很久。 徐学员,你在派你的狗太监来出来骂街啊,咋不骂了?国骂大赛,你再继续骂,你再继续表演。 现在你不表演都不行了,你不表演都不行了,你都出名了,全世界你都出名了,国骂大赛,徐学员,你已经赢了啊。